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国华人卫视新闻24分 我是主持人王禄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法国喜剧演员制作致敬奥运会搞笑短片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防疫新措施法案 旨在应对目前的第四波新冠疫情 韩国表示顺利恢复与朝鲜例行通话 东京奥运比病毒还难缠的是高温 美共和党众议员抵制新规 拒绝戴口罩遭众议院议长怒斥 罪成首例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 在香港高等法院宣判 出征中国第20批副黎巴嫩维和部队启程 好消息 我国吸入用新冠疫苗或权威认可 新加坡学者表示 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 南起落美丽的山水画卷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法国方面的具体新闻 近日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不管是赛场上的运动员服务工作者 亦或是通过电视网络 为各自国家运动员加油呐喊的普通观众 全世界人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场体育狂欢 但是在法国有一位叫做Rémi Gellart的喜剧演员 他在运动会期间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自嗨的生活中的奥林匹克 他的片子让人觉得又生气又好笑 有一些夸张的做法 甚至让人对他的人身安全产生了担心 目前全球有超过5300万人通过视频 对他的这场体育盛会给予高度关注 我们也通过视频来看看他这场好气好笑的生活运动会 在这场好笑的生活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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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了一些很厉害的 ,看得出了一场好笑的 ,看得出了什么 ,看得出了什么 太大渠千里面是什么 ,看得出了一场好笑的 是 麥喂 麥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表示 法国疫情仍在恶化 目前单日平均新增确诊病例达到1.9万例 与一周前相比增加了97% 阿塔尔宣布 由于疫情恶化 法国海外领地 挖德罗普 圣马丁和圣马泰勒米等地 将于28号午夜重启卫生紧急状态 以便有效缓解当地卫生系统面临的压力 阿塔尔表示 法国有能力遏制疫情 他同时宣布防疫新措施将于8月9号生效 包括扩大健康通行证使用范围等 措施生效的第一周将是磨合期 以便民众适应和接受指导 法国议会7月26号正式通过防疫新措施法案 旨在应对目前的第四波新冠疫情 法案内容包括 扩大健康通行证使用范围 并要求所有卫生领域工作者接种新冠疫苗 按照目前安排 宪法委员会将于8月5号批准该法案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资讯 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7号消息 韩朝双方决定自首尔时间27号上午10时起 恢复此前被中断的南北通信联络线路 朝鲜中央通讯社在公报中表示 北南首脑近期通过多次来往的亲笔信 就为恢复被切断的北南通讯渠道达成协议 韩联社称 这是时隔413天 再次启动韩朝通信联络渠道 据韩联社报道 韩朝现阶段重启热线共4条 韩国统一部分管板门店和韩朝联络办事处 两条热线 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5点例行通话 国防部分管朝鲜半岛西海地区和东海地区 两条军事通信线路 分别涵盖半岛军事分界线西段和东段 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4点例行通话 旨在防止意外冲突 统一部目前与朝方通话 是在首尔统一部办公大楼内的 韩朝联络办首尔分处进行 不清楚通话对象 是否为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韩国统一部有官员28号表示 韩朝之间虽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但恢复对话是重启通信联络线路后的第一要务 韩方拟向朝方提议建立视频会议系统 另据韩国国防部官员消息 韩朝当天上午9点还通过西海地区军事通信线路 顺利进行通话 韩国总统府青霸台27号说 韩朝决定27号上午10点起恢复此前被中断的 南北通信联络线路 青霸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朴朱贤 当天对媒体表示 今年4月以来 韩朝领导人多次交换书信 就改善南北关系进行沟通 双方同意 首先恢复此前被中断的南北通信联络线路 朝鲜中央通讯社27号发表公报说 通信联络线路的恢复将为改善和发展朝韩关系 起到积极作用 现在看来 东京奥运会的敌人 不仅仅是日益传播的新冠病毒 还有令运动员倍感煎熬的天气 高温目前是奥运选手们最大的敌人 他们不得不与东京的酷热斗争 现在看来 东京奥运会的敌人 不仅仅是日益传播的新冠病毒 还有令运动员倍感煎熬的天气 高温是目前奥运选手们最大的敌人 他们不得不与东京的酷热斗争 在28日的网球男单比赛中 排名世界第二的俄罗斯奥运队选手 梅德韦德夫 在东京最高接近36摄氏度的高温 和79%的湿度中 非常挣扎 不得不申请了两次医疗暂停 和一次教练进场 当组裁询问他情况时 俄罗斯人有些生气地说 我可以完整比赛 我可以死 如果我死了 谁来负责 此前他曾呼吁将比赛尽可能安排在下午6点举行 德约克维奇也认为 球场都有灯光 完全可以在晚上比赛 因为白天比赛 硬低球场吸收了热量和湿度 而且因为没有风 会让人热到绝望 梅德韦德夫并不是唯一一个 因为高温向组委会开炮的选手 阿根廷南网球员 施瓦茨曼也在赢下比赛后抱怨 他们让我们在中午12点打比赛 气温差不多有40摄氏度 我真的很生气 而西班牙女网球员巴罗萨就因为天气 退出了绿丹四分之一决赛 中暑的他头上盖着毛巾 坐着轮椅被退出了球场 事实上 东京奥运会开幕时前 俄罗斯射箭选手龚波耶瓦就因为中暑而昏倒 铁人三项金牌得主挪威选手 布鲁门菲尔特在完成比赛后倒地呕吐 也是坐着轮椅才离开赛场 现在不少研究运动生理学的专家 开始担心高温未来对残奥会选手带来的挑战 因为他们的身体会更加难以忍受高温 有媒体分析 这届奥运会很有可能是几十年来最热的一次 而东京环境局的专家就指出 气候变化和热倒效应导致过去一个世纪 东京的平均气温上升了三摄氏度 尽管东京奥组委将马拉松赛事 放在了北方的渣谎 还为媒体记者和志愿者提供延晚 并设立降温喷雾战 但对于户外比赛的参赛选手来说 高温和湿度的确是又一个令人头疼的对手 现在也不发声音认为 未来奥运会应该避免在夏季最酷热的时段进行 从长远来看或许未来的夏季奥运会 会被调整到晚春或是秋季 7月28号国会山报报导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 就是否要在众议院戴口罩发生争执 此前美国国会要求所有人在众议院戴口罩 后至少六名共和党议员 拒绝戴口罩以示抗议 下面我们来回顾国内的主要新闻 罪成首例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 在香港高等法院宣判 被告唐英杰煽动他人分裂国家 恐怖活动两罪军告成立 这些一度嘲笑香港国安法是 眉牙老虎的人如今都被打脸了 持续追踪该案的一些 美英媒体第一时间进行报道 他们一点都没让人失望的 齐刷刷战成一排 抹黑污蔑三名香港法官依法做出的裁决 撑起破坏香港司法独立 对于裁决认定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是港独口号 他们尤其耿耿于怀 继续试图帮着被告和港独势力狡辩 而这个定性恰恰是香港国安法 首案备受关注的原因 去年7月1日 也就是香港国安法生效第二天 当时23岁的唐英杰 驾驶插着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旗帜的摩托车 在湾仔先后撑过三道警方防线 期间有示威者呼应 警员要求停车 但唐英杰没有理会 摩托车冲向第四道防线时 有警员试图拦截但失败 三名警员被摩托车撞伤 唐英杰随即被捕 成为首名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嫌犯 被控罪名中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 是指被告摩托车上插着港独口号旗帜 并与其他示威者有互动交流 据香港01东王等港媒报道 法官杜立斌在采取中认为 唐英杰明知这个口号带有分裂国家的意思 当时就是想通过展示这个棋子 将分裂国家的思想传播给他人 煽动之罪确凿无疑 恐怖活动罪则主要指 被告骑着摩托车撞伤三名港警 根据现场警员描述 唐英杰冲向警方设置的第四档防线时 与警员最近距离不超过两米 而摩托车又属于致命武器 在多名警员大叫停车时 唐英杰非但没有理会反而加速 法院采取中止 这种行为不但具严重暴力及属危险行为 更危害公众及社会安全 在这两项控罪之外 检方原本还对唐英杰提起一项恐怖活动 交替控罪 危险驾驶导致他人严重受伤 但在恐怖活动罪程后 这项交替控罪不再需要处理 这还不是最终裁决 法院将在29时上午听取求情 并作出判刑 根据香港国安法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 情节严重者可判5至10年 恐怖活动罪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在唐英杰被判罪程后 纽约时报、BBC等美英媒体 都第一时间进行报道 毫不意外 他们在报道中 把唐英杰携带煽动分裂的港独旗帜 轻描淡写成他手持抗议标语 把他驾驶摩托车连床四道警方防线 说成驾驶摩托车 在香港一个社区附近行驶 就连唐英杰故意加速 并严重撞伤警察 也被纽约时报记者描绘成 与试图阻止他的警察相撞 相反 对香港高院 依据香港国安法做出裁决 那些美英媒体加大污蔑 说这是打压抗议活动 损害香港司法独立 限制言论自由等等 其中光时是不是港独口号 之前被告方律师和证人一直狡辩 说这个口号与港独之间没有实质联系 但捷方认为 无论从文字的语气 历史变化 还是最初提出者港独头目梁天琪的用意 这个口号都是指向煽动国家分裂 港府也曾在去年7月2日深夜发表声明 强调光时口号在今时今日 是由港独或香港特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出去 改变特区的法律地位 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 三米法官今天的判决 明确支持这一定性 这也被普遍认为是香港国安法 首案的突出意义所在 事实上自去年6月底 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后 一度曾有个别香港媒体质疑 香港国安法是乌鸦老虎 理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没有乱港分子遭到检控和定罪 如今一年时间过去 根据香港保安局的统计 截至7月26日 共有138人应涉嫌从事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被拘捕 其中76人被检控 另外还有三家公司 也因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受到检控 今天还有了香港国安法首案 一些港人对香港国安法 是梅鸦老虎的担心 不攻自破 接下来香港还有很多硬仗要打 7月28号 中国第20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 第一梯队官兵 在云南乘坐专机 飞赴黎巴嫩南部边境 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 未经议有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我们来聚焦新冠疫情发展动态 7月26号 陈威院士团队领先研制的 物化吸入用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疫苗 在柳叶刀传染病发表临床研究数据 这是全球首个公开发表的新冠疫苗 粘膜免疫临床试验结果 据了解 打疫苗后再用吸入疫苗可加强免疫 抵御新冠病毒变异 物化吸入只需使用五分之一的剂量 细胞免疫反应水平 就可以与一剂肌肉注射相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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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学者马凯硕 在接手媒体采访时表示 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他表示 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展开 全球溯源研究工作 美国应该允许 世卫组织专家赴美进行调查 他表示 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开展 全球溯源研究工作 美国应该允许 世卫组织专家赴美进行调查 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 卓越院士马凯硕表示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将 病毒溯源问题污名化 政治化 马凯硕想调 每个国家都应该允许 世卫组织专家访问 并进行相关调查 只要求中国允许 世卫组织调查 而其他国家却不必如此 是非常不公平的 他同时呼吁 美国允许世卫组织专家 调查其实验室等设施 此外 马凯硕还表示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中方在病毒溯源问题上 已经展现出了科学 专业 认真且负责任的态度 他再次强调 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政治化 科学问题应该留给科学家 政客试图利用科学问题 谋取利益 是非常危险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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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